《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我是马荣怡牧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十四章 这一章也是唯一记载阿伯兰打仗的经文 而它出战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它的侄儿罗德一家 十四章一至十二节是讲述它永久罗德的背景 十三至十六节是拯救的经果 而十七至二十四节是阿伯兰永久罗德之后的表现 首先看看一至十二节的记载 原来是讲在加南地发生成邦之间的战争 当时成邦之间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彼此结盟 再征服住在加南地的其他成邦 那些弱国往往就要服侍和进贡给那些强国 索多玛王、俄摩拉王、厄马王、洗片王和彼拉王 这五王因为服侍了以南王、基大老马十二年之后 就撥溢了他不肯臣服于他 一年后以南王就联同他的三位盟友 即是士拿王、以拉撒王和窝印王 在满布七坑的西定谷攻打这五个王 结果五王联军大败 人口、粮食和其他财物都被拿走 经文特别提到 连着在索多玛的亚伯兰侄罗德 和他的财物都被挠去 十三至十六节 是记载亚伯兰得色一切之后 他毫不犹疑和胆怯 就立即采取行动 他招聚了他家中所有的藏丁 和连同他自己的盟友 曼利、以什国和阿乃的人 一起刑救罗德 他们在夜间趁着敌人疲伐 和没有防备的时候 分队来攻击他们 结果阿伯兰联军大胜而回 敌人被赶出加南 到大马色北面的河巴 他们救了罗德 也夺回所有的人口和财物 而十七至二十四节 是记载亚伯兰打仗 归来的时候 有两位君王 即五王之首的所多玛王 和撒冷王默基·洗德 迎接他的情况 亚伯兰愿意接受 撒冷王默基·洗德 给他来自创造之主 至高神的祝福 原因可能是因为 撒冷的意思是平安 而默基·洗德的意思 是我王是仁义 这就暗示 来迎接阿伯兰的王 是一位爱好平安 和仁义的君王 更加重要的是 这位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 而二十节更加说 他带着饼和酒 出来迎接阿伯兰 是真心来祝福他 因为他确信是神使阿伯兰得胜 他要与阿伯兰一起清纵神 让更多人 因这件事 认识神的名 阿伯兰也按当时的习俗 拿他所得的十分之一 是送给这位至高神的祭司 作为感谢神的祭福 相反 阿伯兰却拒绝 接受所多玛王所提议的交易 就是他要阿伯兰 将所有救回来的人交给他 阿伯兰就可以将奪回来的所有财物取走 其实所多玛王的提议 是完全不合理的 因为理论上 所有奪回来的人口和财物 其实现在都已经属于阿伯兰的财产 他是有绝对的权力 决定如何去分配的 但是阿伯兰却郑重的起誓 他应得的份 他全部都不要 免得日后 神使到阿伯兰附足的时候 所多玛王就有借口 是他令到阿伯兰附足的 另外也可能因为阿伯兰不想 与这位邪恶的所多玛王有任何的牵连 他攻击四王的原因 纯粹是要救回他的亲人罗德 而不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财物 至于他的盟友 他们就可以取他们应得的战利品 这一场战役也都证明了神是信实的 撒冷王麦基使得 见证着神把敌人交在阿伯兰手中 使他得胜 这个就预现了神在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 对阿伯兰的应许 就是神会使他的名在外邦中为大 他也都会叫别人得福 神会祝福那些祝福阿伯兰的人 却就座与他为敌的人 这一章圣经还提醒我们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看罗德一家 上一章就说到 罗德与阿伯兰分手的时候 他竟然不客气 先为自己的好处 拣选了居住在上街的约旦河整个平原 而且为了追求富裕的生活 竟然搬遷住在近在神眼中 道德败坏最大恶极的索多玛城 而在这一章十二节 更加讲罗德一家已经进一步 住在索多玛城 表示罗德已经忘记了 他是神子民的身份 他不敬畏神 而且利欲分心 只顾追求世上的财富 而愿意亲近一些恶人 终于他和他的家人 都被牵涉到四王与五王的战恋中 而被老 如果不是及时得到阿伯兰的营救 后果是堪与的 罗德的诸遇提醒我们 追求熟悉的财富和好的生活质素 是必须有底线的 我们不可以不择手段 更加不可以与恶人同行 免得自己失足 与恶人一同遭暴 我们再看看阿伯兰的得省 经文显出 他是一位重情重义 真心爱她的侄儿 罗德的人 因为从希伯伦 曼尼的像树到旦 大概有130里 对于一个80多岁的阿伯兰来说 这一次可以说是一次长途拔舌 奋不顾身的行动 经文更让我们看见 他更是一位有勇有谋的人 他懂得利用所有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 又懂得运用战术 打败实力 鸿厚的四皇联军 我们要学习 好像阿伯兰一样 不要计较得失 这样去爱护 和帮助自己的家人 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 和各样的资源 去帮助社会上受欺压 贫困 或者遇到不公平待遇的人 信实的神 必会与我们同在 赐福和帮助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好,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让今天的经文 提醒我们 不要像罗德一样 忘记自己是神的子民 不惜为了追求富裕的生活 而与恶人为伍 相反我们要学校阿伯兰 要重情重义 爱护家人 甚至不要计较代价去帮助他们 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坚深地倚靠你 赐我们有勇气和智慧 帮助社会有需要的人 深信神会亲自的赐福给我们 我们这样祈祷 交托感恩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